今日第34节亚太电影节在洛杉矶举办 众多有关亚裔体裁的影片将在电影节期间集中展映 请看报道 本届亚太电影节有来自全球800支影片角逐各类奖项 电影Searching入选为电影节开幕影片 展映影片还包括记录排华历史的纪录片《排华法案》 威尼斯电影节提名的日本法律惊悚片《第三度嫌疑人》 唯美朦胧的日本爱情片《不完美情人》等 洛杉矶亚太电影节开设为期10天的亚太影展活动 参与该影展的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0部电影 放映118部包含不同类型的影片 电影节也是致力于发掘并培育亚洲影视工作者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